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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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下 关于玻璃胶 玻璃胶在英国有很多种类 多到我一开始来的时候 我都不太太熟悉,哪一只打哪一只 经过一段时间去鞭挞磨炼自己 在这个装修工程上之后 我就试过用一些便宜价又有,贵价又有的玻璃胶 得出的结果,现在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去片段吧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呢 其实怎样去选择玻璃胶 因为英国的玻璃胶很容易找 因为它写到明是给什么用,给什么用 便宜的我试过用,贵的我试过用 先讲一讲,一些胶 钉胶就是这种 这个牌子 先讲一讲,不是帮他买过 这个牌子也是我常用的 我现在先讲我自己常用的 因为每个人都会不同的 用的东西都可能未必会一样的 那我现在先讲我自己最常用哪一款 这一款呢,就是钉胶 这个是钉胶 它呢,它的质地 就打出来的时候 它真的 光了之后,它黏的东西都挺实的 而且它打出来是比较硬 一点点 还有难一点点 但是呢 它好像一些 一些 一些将来的一些胶水 这样的物体 里面 就没有玻璃胶那么浓身 这些是钉胶 用来做什么 用在这边呢 例如,贴一些木条 贴地脚线 贴一些东西 但你又不要想着它乘重 乘得很重要 乘重乘得很重要 乘得很重要 所以我通常会用这些钉胶 下一种呢 这一种呢 这个牌子呢 我现在最近都常用的 它的质地我觉得挺好的 比其他牌子 它出来的质地效果是不错的 密度比较高的 这个就是 比室外用的 用来打门框、窗框 用来做防水的 的效果 那么呢 我通常呢 没有人打一些室外的窗框 门框 做一些室外的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一支 它有分 我没记错 它有白色、透明、啡色 灰色 我不记得有没有了 这一支 在哪里有一枚 那接着呢 这一种 又是同一个牌子 这一种就是 室内、室外都可以用的 一种 膠 它又是密度比较高 如果密度比较高的那些膠 通常呢 冬天的时候呢 或者冷缩热障 它龟裂的情况 和收缩的情况 会比较慢些 和会好些 因为我试过用一些 是 比较便宜的膠 一打室外 不够一两个礼拜 它已经缩了 会看到有疙瘩了 这个是比较贵一些的 比较便宜的 比较便宜的 比较贵一些的 但是相对性 质量会好些 我呢 因为我没有那支 其实那支呢 有一支呢 就是 这个是打室外 另外有一支呢 就是这样的 但是很像这一支 这样的 很像这一支 但是呢 它呢就是专门打室内 用的窗框 和门框 那它的质量呢 就好像 一些fueler 打出来的时候 不是这一支 不是这一支 是跟这一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是写到明呢 是叫做室内用的 那颜色呢 就很像这一支 它呢 就是用来打室内的窗框 和门框的 嗯 譬如那些地脚舌 又可以 那些窗框 又可以用来擠内的 那它就像那些fueler 但是呢 它因为一打下去 不用fueler 慢慢批 它一打下去 一擠就是 所以呢 出来的效果呢 呃 它可以 油在上面 呃 出来的效果呢 你就不会黏到整个手 嗯 都挺好的 那这一支 就是室内室外用的 呃 就是 也是打什么都可以的 跟着呢 呃 呃 这一支 这个牌子其实不是很贵的 那我 我最近都转了用另一支牌子 那这一支牌子也不是很贵的 它这个呢 就是 那个顶上面 譬如呢 呃 有 那个屋顶上面 譬如有些小孔穿了 呃 譬如在那个吉打那里 那里有些 有个孔穿了 那些膠呢 那它又可以 就这样呢 就算有水呢 就这样折下去都可以的 这一支 那折下去之后呢 它呢 它呢 就很密度的 这一支 打下去的时候呢 是很密度的 那折下去呢 好像一些东西呢 塞住那个孔 或者塞回一些缩位的 拿来 那它干了之后呢 就会一块 一块硬了的东西 那这个呢 我想就一般 呃 一般的人呢 就比较少用的 这个呢 用来打 呃 呃 它有什么呢 譬如呢 呃 那些 呃 一个顶上面 你看到块 好像圆片的灰色东西的 那块灰色东西的 呃 呃 手边呢 那个防水 就是打住它呢 让它收 收它的边位呢 就是用这一种 呃 又是擠得比较辛苦 哦 比起刚才这支呢 比起刚才这支呢 这支是更加辛苦的 这支呢 我想要用电的玻璃膠窗呢 才可能 打得会 开心很多 真的 其实用手打呢 真的不是很开心 因为是很硬正的 打下去的时候 因为它的密度 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就算切大了个孔 也是打得很硬的 这支 那一般人是比较少用的 下一支呢 就是到 这支呢 就是全天后用的 呃 什么天气 它都是比较 可以对应得到的 它是透明 这支色 我买了一支透明的 因为我最近要用了 透明室外用的 一个 一个膠 就用来 封一些边啊 边位啊 那位啊 那些用的 那它的龟裂情况啊 呃 质量都比较好的 呃 打完出来 所以呢 最近我都买了一支 呃 因为将会都要用这支 这支 最后呢 呃 讲什么呢 经常会用的 呃 譬如家里漏水啦 呃 那些厕所 呃 洗澡房 浴室啊 漏水啦 呃 那些垃圾呢 就 我呢 就 我就会用这一支 来打的 他之前呢 这一支 就专是给 呃 浴室 和厨房用的 浴室里面呢 就是打那些 呃 浴缸边啦 打 那些 企缸边啦 所有那些边位啦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呃 它的密度 是非常之高的 打下去 和其他那些便牌子 因为 呃 帮人弄漏水呢 我弄了很多次了 用这些便牌子的 呃 那些 那些 膠呢 打下去呢 是真的呢 会会漏的 真的会很快呢 会再裂开会再漏的 这一支呢 就可以防曼毛啦 打下去的时候呢 密度高很多啦 那接着呢 他就比较 会耐用很多啦 就是 呃 龜裂的情况会比较少啦 收缩 裂开有条纹 跟着 因为这些膠呢 弱磨去到 近上下年期呢 可能冷缩热脏啊 呃 或者一边洗澡有热水 那些呢 他又会收缩啊 或者会有裂纹啊 会成的 过了一些时间便会这样 但是这一支 我觉得 都保持得挺长的 呃 因为他呢 密度高啦 摘了下去之后呢 呃 是比较粘手的 呃 用回一些 呃 呃 选择啦 那这一支呢 我就是最常用的 是帮别人做漏水的 那可能还有其他那些 玻璃膠啦 那我现在还没拿出来 我今天都是拿了 拿了几枝啦 呃 颜色呢 就有透明啦 白色啦 啡色啦 灰色啦 通常都是这几个颜色啦 希望 藉着这个分享呢 可以 呃 大家分享到呢 了解多点呢 选择什么玻璃膠 打什么呢 是适用的 呃 如果打错了呢 有时呢 呃 呃 呃 那些玻璃膠呢 很快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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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多谢收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like,subscribe,share我们的channel 下一集再见,bye bye!